你是不是非常讨厌在厨房爬来爬去的小蚂蚁? 凡人的小蚂蚁时不时地出现看了就令人心烦,只要一点点的食物掉下来就会引来很多的蚂蚁,在厨房又不敢乱用杀虫剂或蚂蚁药粉。 到底要怎么消灭这些讨厌的蚂蚁啊? 在这个影片中害虫特工队要和你分享如何消灭凡人的小蚂蚁,这个方法是害虫公司专用在餐厅和饮食业的专业灭蚂蚁方法,请一定要看到最后。 蚂蚁对气味非常敏感而且会到处寻找食物,一旦发现食物就会通知其他的蚂蚁过来搬运食物回去蚂蚁窝。 如果你要对付这种烦人的蚂蚁,建议你使用水性或焦性的蚂蚁诱饵。 蚂蚁是杂食性昆虫,一些品种的成年蚂蚁只能吃液体食物,所以需要把固体食物搬回蚂蚁窝内靠右以消化成液体后才能见识。 因为蚂蚁的这个习性害虫特工队建议使用水性或焦性的蚂蚁诱饵来消灭蚂蚁。 影片中的蚂蚁诱饵非常适合用来消灭蚂蚁。 当蚂蚁被诱饵吸引,在吃蚂蚁诱饵的时候,蚂蚁头上的触角也会接触到水性的诱饵,这样蚂蚁的触角也会沾染到蚂蚁诱饵。 你知道吗?蚂蚁会用头上的触角互相接触来进行沟通,所以其他没有吃到的蚂蚁也会因为互相接触而沾到诱饵,从而达到更广泛的消灭作用。 所以非常推荐使用蚂蚁诱饵来消灭住家内的蚂蚁。 在使用蚂蚁诱饵的时候要留意几个事项。 第一,选择购买安全认证的蚂蚁诱饵,购买详情可以连续害虫特工队。 第二,使用的地点不要靠近食物或在食物的正上方。 第三,使用的时候只要点一小点就可以了,不要点在蚂蚁活动的路线中间,点在中间会阻断蚂蚁的路线,应该点在蚂蚁活动的路线边缘,稍微有接触到蚂蚁活动的路线就可以了。 蚂蚁诱饵不需要使用太多,只要在蚂蚁活动的地点,分开距离点上一两滴就好,观察蚂蚁是否有去吃,吃完了再增加蚂蚁诱饵就可以了。 另外,剩下的蚂蚁诱饵要收藏在阴凉和小孩接触不到的地方,之后有发现蚂蚁再拿出来使用。 接下来让害虫特工队给你一些建议,如果你不想在家里发现蚂蚁,就要减少蚂蚁可以生存的三大条件。 第一,减少蚂蚁的水源,清除积水和残留的饮料。 第二,减少蚂蚁的食物,尽快处理掉下的食物残渣,避免让还未清洗的碗碟留在外面,将所有食物存放在封闭的容器里,经常清理地板和桌面, 这样可以去除食物残留下来的味道,减少蚂蚁出现的几率。 第三,封闭蚂蚁可以躲藏的细缝。 有些蚂蚁会在墙壁或木材的细缝中躲避或坐窝,我们要减少蚂蚁的躲避空间,把蚂蚁可以躲藏的地点封闭起来,这样就可以减少蚂蚁在你家爬来爬去了。 如果你要了解更多消灭害虫的资讯,可以联系害虫特工队,了解更多详情。 谢谢你的观看。